第四季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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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月16日在灣仔修盾室內場館 就行了一場香港籃球銀牌賽 男子高級組副方第二輪的賽事 尾場出戰的兩隊分別是 黃衣的安清和黑衣的非蠅 這場比賽過程高潮跌起 在最後十秒才分出勝負 第一節 安清的球員手風順順 差不多起身手也有波入 無論是外線或外圍投射三分也好 一場得心應手 第一節安清真順風順水 好像這球一樣 攻不去內線外線試試 勉強投射都有波入 投射之外 反擊一場非常精彩 這球秒傳通過對方後場四個球員 上半場開球已經9比0領先 但是第一節 安清已射入29分 第二節 雙方對方非常接近 不過 非蠅今場投射命場開始有所改善 半場來說 安清已射入7比33 暫時領先 第三節形勢出現大逆轉 半場經過調整非蠅後 上場潘若兩人 球員越戰越勇 在籃底一分上籃吃生菜 那麼容易 由第三節開始 飛奧路進攻追到58比58平手 完全將上半場的劣勢扭轉 比賽發展下去 兩隊的戰本對方任何好處 比分一直咬著想 互有領先 以年輕球員組的安清 除了面對分數上的考量之外 心理質素是一個重大的考驗 到底 安清一班年輕球員 能夠穩定自己的情緒 在這一狀態 即是發揮出水準 成是今場勝負的關鍵 飛映球員從後趕上 一步一步 都給分拋離 安清球員面對難關越來越大 最後二十多秒的時候 安清憑著隨遠成一個三分球 將分數追成平手 可惜 球員經驗不足 沒有即時回放 飛映一個反擊 又成功上籃 也是憑著關鍵的兩分 最終 飛映全場以78比76 擊敗安清 下一場 將於星期五 與福建正面交鋒 爭取副方決賽拳 飛映全場 我任何機靠 我們可以做我們 有力的 fallen 會不斷